咦? 師傅弄千里傳音叫我 好 讓我用收音大法 看看師傅找我什麼事 原來師傅叫我去拜會萬劍山莊 謝永永莊主 好 現在天未黑 我立即去拜會一下他 謝莊主在那邊 謝莊主 九樣九樣 聽我師傅說謝莊主是專門收藏寶劍的收藏家 而且有百幾把這麼多 我想一賭寶劍的風采 隨便吧 其實收藏寶劍是我的興趣 我收藏了十幾年 草草草草草 那又翻來翻了 那你有這麼多寶劍 那你怎麼分得出他們的價值呢 其實看一把好劍呢 第一 看牠長短 第二 看牠厚薄 第三 看牠劍峰 第四 看牠重心 第五 看鋼水 要有油有缸 可以鬱彈一直 劍峰就要硬 哦 莊主啊 我還不太明白 很簡單 我介紹幾把古劍給你看 一邊看一邊講 你就會明白 這把就是代武劍 代武用的原料 你當時說是很珍貴的 那一本幾十年出書 作者就在法國賣到 我這把就在英國拍賣回來 那在泰國的皇宮裏面 我都見過 那證明這個呢 就是在明清時代 送給外國使節的劍來的 這個是明朝武東 道士的護身短劍 它的材料呢 劍柄呢 就是用牛角做的 劍峭呢 叫鯊魚皮 裡面呢 有七星 陷七星在那裡 劍外面呢 還有一個馬路 這把呢 就是護院劍了 是清朝那時候 護院啊 標絲啊 保錶啊 那類用的 它主要的特徵就是長 劍身就重了 因為用了太多了 裡面的劍封都打崩了很多了 劍套也是爛了 這把呢 就是司法劍了 是道士司法那裡用的 它的劍峭呢 就是銅製的 裡面呢 就挑了龍泉寶劍 還有一些符咒 勒那些東西 後面呢 就挑了龍 這把劍格呢 是個獅頭 這把呢 就是練功劍 是清朝的 練功夫人用的 它的特色呢 就是木殼呢 就是仙枝木呢 裡面挑了龍泉古劍 還有一個造劍廠 就是沈廣龍劑 四個字 這把是我最深愛的 我的朋友都笑為鎮莊之寶 那怎麼覺得它好呢 是 首先那個劍 長 就是造型很瀟灑 在劍峰呢 它從這裡到這裡 一直慢慢來 是劍尖的六寸之理 證明它用劍是靠劍尖的六寸 哦 那就是小圈子 這個是劍高超用得到 第二呢 就是 在外形 劍手 好像也有黃色味道 這個劍達 造型挑戰得很漂亮 那這個是 很精勢啊 要有一次做得到 那這個是 大觀的象徵 但是又 這個鐵殼 是戰陣用的 普通不是戰陣 不會用鐵殼 即是戰士才是拿這些劍的 是 可以知道這個人 是有權費 有錢 也都會劍的 哦 所以就 謝莊主啊 你這麼多寶劍收藏 那豈不是很保值 其實為了保值收藏劍呢 我想失了意義了 最重要就是 徹底了解它的特質 那才是 叫做適欣賞劍 那什麼叫劍的特質呢 劍的特質呢 就即是劍氣了 劍氣分三種 一是人的氣 就透過劍尖發射出來 第二呢 就劍本身的氣 第三呢 就秘密結論 就採上天之氣 三理合一 為之劍氣 今天能夠拜會謝莊主你 又可以大開眼界 真是我三生有幸 其實想見學問 都不是那麼難的 看多些劍的書 研究多些中國的歷史 和多些同道中人 大家研究多些就可以了 哦 這樣的 我先回到這次 再次回到這次 再次回到這次